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 金融市场产品越来越多 想找银 世界上什么都可以做交易 股市、汇市、商品市 油、金、矿、农产品 猪肚、Porkberry 利率市场、债券市场 期货、现货、期权 想完全会做所有的正式专裁 近年还多了比特币 今天我不是说比特币 这事我不误熟不说 不可以误导别人 勉强可以纳入金融市场 说起比特币 最近有个的士司机 十几年前比特币一出 有个人乘坐的士 没钱给 用比特币给我 算了 到现在 一元变了一百万 这些故事你信不信 拍照及名字 我不知 老实说 老实说 为何现在才出现 到五十万时已出现 尤其是纽西人 五十万已有很多钱 以普通的的士脑来说 对不对 不可能现在到一百万才出现 对不对 要用脑去分析 我现在对比特币有点担心 又是跟香港楼市一样 升到不认得 发生疯了 如16世纪的荷兰不金香炒 不知不说 近年更多了比特币 勉强可以纳入金融市场 但很多国家已经禁止了 记得我当年在加拿大银行 做盘房主管时 讲一些故事 今个星期 跟着圣诞 有什么好说 当时 外汇除了直接跟银行同业 直接call 去做 够价 叫人call价 然后heat 很多同业 都跟香港之外的银行 有line 所以非常依靠 汇市经纪 当时有很多汇市经纪 现在已经失眉 没有了 一有空 在dealing room的直线 直接联线 聊天 谈赌钱 谈女人 什么都谈 好 当年我们 痴线到 悶到 是开盘到香港的雨量 是rainfall 这个雨量 不要误会了是另一个雨字 是下雨的那个雨 当年香港每日电视台和电台都会公布 那天下午6点就公布 那天下了多少毫米雨量 当时好像东江水也未来 亦不时有制水 曾经最严重的那天 我还是美得不得了 读幼稚园 一天 只有三四小时供水 问你死了吗 若干没有了大陆东江水 女士可以名正言顺用牛奶洗凉 这就是撞奶 倒公布的雨量 大家开价 就像外户市场一样 这间经纪行 开了rainfall 开了1.1 的毫米 如果认为雨量高于1.1 就打开它 1.1 我拿你一件 或者1 我给一件给你 即是倒个雨 那天6点公布 究竟是多少 在那里就计算了 每日赢钱 越赌就越大 你知赌钱就是这样 发瘫了 盘越来越大 有时 那些经常出去玩的 更加被人挤得周身 整张纸在team room里 写 这里短多少 哪个 这里长多少 哪个 写得清清楚楚 OK 然后 下午还对盘 怎料 有一天 突然巨峰 杀到 大豪雨 又是雨两个雨 足足有几乎七八串雨 我们在倒的是毫米 竟然一串你都输死你 不要说七八串 真是麻烦 有个经纪 空了 搞到周身债 终于还足两年三年才还得到 输得 这是真人真事 我可以说名字 但我打电话给他 他还在香港 而且现在是名人 当时这个经纪属于一间外汇经纪行 叫做Marshall 是英国的外汇经纪行 在香港的份行 当时主管 其实这个人 你们都知道 王冠一教授 是当时Marshall经纪行的主管 其实今天说的是 结抗 I and all 上一天说的是钢 由铁矿煉出来的钢 今天说的是铁矿 I and all 当然也跟钢有关系 大家都知道 汇市有很多货币和商品有相连性 例如 石油和家园 虽然不是一定 石油升 家园升 石油跌 家园跌 家园跌 但当然也有其他重要因素 这只是其中的一个因素 所以家园不跟着石油 因为有其他 经济的消息影响到它的上落 而是抹杀了油价 而是抹杀了油价的影响 如纽西兰的 奶类产品 芝士、牛奶、芝士、牛奶等 每一次出来喊烂 农场的价格 亦有轻微影响到纽缘 最显著是黄金和美元 美金跌 黄金就升跌 美金升黄金就跌 我昨天所说的 美金大跌 鸡犬皆升 这些都是影响之一 是相关性 铁钢和铜矿 铁钢和铜矿 铁钢和铁钢 和澳洲 澳洲有非常密切关系 澳洲是出产铜矿 这两个输出非常大手 而买家最大亦是中国 所以中国的国情对澳洲有影响 而西澳洲是全球最大出产铁钢的地方 近年铁钢一直升 也是使澳元一直上升的理由之一 在先两天的视频也有说 澳洲最大的两家 一家是BHP Billiton 一家是Rio Tinto 是上市公司 可以买得到 上星期亦给了一张图 铁钢升到9月初 澳洲的0.80的高位 8算 当时是发疯了 但世界上没有一样东西是指升不跌 8算 就跌回来 现在是0.75多 星期五 因为美元又再跌 便升到0.76多 收市 有另一个理由 由于澳元近年 尤其今年 自从美国缩表 令到短期利息 稍微软期债券的支息 两者都上升 令澳洲元一直以来 高息货币的地位稍微失息 原本只有柳元两者是主要货币 而又是高息 但现在美元仍会向上走 即将息差拉近了 虽然仍然高于美元 而且美元说明明年加三次 我猜四次 后年又加三次 即使用一条护线 美国的短期和远期 在未来两年是向上走 而澳洲却没了这 所以在过去一年之间 一直向下走 所以色差预料会越来越收窄 即完全失去高息货币 以澳元用来做好息投资者 最近弄得满城风雨 是因为好息 Horleywood的Weinstein Kavin Spacey 澳洲政客 美国的政客 牵涉非常广 这次男人大高乐 有哪个男人未聊过女人 女人就是被人聊 不聊不高兴 我不是诋毁女性 而是女为月己者容 听过这句话 他扮得漂亮 只是想你看 有时说几句话 来不来就会轻挑些少 总之你不像川普那样 去grop 这就死了 现在的Weinstein 不只grop 还强奸 还不是consensual 当然是抵他死 有时做人要 聪明才行 回到澳元 又说了女人 看来 因为澳元的carry trade 消失了 那个status 会有很多carry trade的盘 不断走出来 事实上 澳元利息 一直在跌 例如两年期 债券支息 短短 两个多月 从2% 跌至1.76 短期两年都在跌 而澳洲 储备银行 RBA Reserve Bank of Australia 在议息报告里 充满了 bearish 和duffish 的语调 不认为 澳洲会继续加息 而美国继续加息 在此消彼墙底下 息差会越来越收窄 还不止 还担心工资增长 似乎有每方月下的情况 再加上 最近澳洲政局 非常包庇环境 因为现在执政党 澳洲政党根本是一个联盟 即使联盟 只是多出一至两个席位 多出 近日搞了一宗 议员双重国籍事件 原来有很多议员 有纽西兰国籍 和英国国籍 这两个是最多的 两本passport 香港人不当是东西 但如果做得 一国议员 一定要 将另外国家的passport取消 一直在做 现在才被人发现 原来一直持有两个国家 所以令副总理 原来是持有纽西兰护照 他说 我都不知道 我妈是纽西兰人 他当时给我拿了 我怎知道 你信不信 我不说我信不信 我问你信不信 所以现在搞到天然大波 副总理已经立即被人踢了出来 12月会继续有by election 应该会进入 所以没有影响到澳洲 这件事搞到澳洲的政局 是很大问题 照我看 现在英国 德国 澳洲的政局 连政党谁上台都没办法 搞定的又危危附 将会有很多政治不明朗 所以我一直在看政治 不知道香港的双重国籍 议员和官员又怎样 突然想想 不好意思 我是香港人 一说什么 我都会拉到香港来说 我这句 多事人 又是了气多一件事 澳元现在 暂时企稳 是拜美金弱 所致 欧能 日元 英镑 因为美金弱 强 我昨天所说的 所有新兴国家的 亚洲货币 强 都是因为美金跌 但若然 冬季 中国因为气候控制 而禁制北方的 连降措施 解禁 铁矿价又会因为一带一路 所需求 又是需求大增 澳元又会上去 到时 澳元 究竟是升是跌 先买个冠纸 不是什么 等下再说 OK OK 字幕志愿者 杨茜茜 字幕志愿者 杨茜茜 字幕志愿者 杨茜茜